前面我们盘点了影邪第十一次代表大会 明星的生徒状态也已经满天飞 观众也释然了 这么多明星退去了滤镜 其实也并没有那么光鲜亮丽 他们也是人不是神 不过这场活动 倒是让观众对其中一位年轻演员刮目相看 一扬千玺 不仅是00后 唯一能进入会场的演员 而且是如今顶流里唯一能拿的出手 被业内与大众认可 安安稳稳坐进如此正式的代表大会的流量演员 别说粉丝提前过年了 就算是路人观众也会眼前一亮的程度 不得不说人民大会堂这一天 人情冷暖和江湖地位 已经在一阳千玺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粉丝吹捧不是没有原因的 能出席这种活动的演员 必定都是他为实力俱佳的 比如李雪剑和陈道明 这就不用多说了 两位是两届电影家协会的最高位领导班子 影帝市帝都不足以证明他们的地位 超高国民度以及几十年如一日的演艺生涯 早已成为众多演员心目中的偶像 吴京 黄晓明坐在现场也是理所当然的 当下的电影圈 吴京可是一哥中的一哥 身负三百多亿票房 在全球电影票房榜单中都鼎鼎有名 小明哥已经是大型活动压轴的重量级嘉宾 如今演电视剧根本不在乎翻位 一年两部电影两部央视剧 资源好到爆 刘德华来到现场也并不意外 62岁老戏骨 一把年纪各种动作戏都能亲自上阵 甚至一年能上五部电影 几乎各个档期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以一己之力片要带动整个港片市场的KPI 他才是真劳模 当然还有秦海璐 周迅 周东宇以及陈思成 宋家 郭帆等明星亮相 这些人全部都是中生代 演戏十几年都是少的 经验丰富 努力半辈子积攒下来了不错的口碑 而23岁的易阳千玺 轻轻松松就能站在与他们同等的高度 而且戏数这些明星 不少人与易阳千玺都有过合作 吴京就不用说了 与易阳千玺双男主演兄弟 刷新影史票房天花板 刘德华唱过易阳千玺主演电影的主题曲 坏小孩 周东宇与其合作了 少年的你 周迅与其合作过 世间有他 陈道明与易阳千玺共同代言了某款牛奶品牌 黄国主持某晚会时 现场提及了台下的易阳千玺 就连黄轩都曾对他赞不绝口 少年时期 易阳千玺在TFBOYS里可以说是最不受宠的那位 如今拼出了头放眼一看 却处处都是好人 被前辈提携 被同事夸赞 被众多粉丝吹捧 甚至直接出现在了别人遥不可及的场合中 这江湖地位和人情冷暖已经体现得淋漓尽致了吧 那些流量小花 小生们都快三十了素质堪忧 演技没眼看 恨不得每天住在热搜上 易阳千玺 23岁红透半边天 依旧非常低调 坐在那我甚至觉得 他就像个去开会的大学生 发型是真没做一点 这歌确实有点东西 我敢说 在流量崛起的时代 易阳千玺绝对是转型 最迅速 最成功的年轻演员 朱一龙演戏十几年 多次试探 才终于拿下影帝大奖 而易阳千玺首部主演电影 《少年的你》 已经出世 直接斩获百花与金像两座大奖 摘得影帝桂冠 在我看来 他能够大获全胜的关键原因 就是目标明确 当年以全国第一的成绩 考入中戏 后并没有从最容易炒热度 不需要太多演技的爱情片入手 反而丢掉形象包袱 演了个叛逆少年 主女作能接得住周冬雨的戏 她注定要吃演员这晚饭 第二年 《送你一朵小红花》 《问世》 易阳千玺正式 开启大男主之路 整部影片阵容平平 可战绩却非同小可 花开二度 易阳千玺凭借过人的演技 再次被荆棘奖提名 又过了一年 《长津湖》闪亮登场 彻底将主旋律题材推上了最高潮 易阳千玺搭吴京 成为顶流中的顶流 身负票房也突飞猛进 演技迎来铺天盖地的质疑 但比起只会把脸涂得乌黑的其他流量明星 这操汉路线 易阳千玺走对了 也走通了 接着 奇迹 笨小孩 来了 这部影片 让易阳千玺彻底在大众面前拥有了姓名 之前有吴京 有周冬雨 这回他纯靠自己 把底层人民演得淋漓尽致 温情搞笑 融合得恰到好处 在春节档与同样自己主演的水门桥同台PK 前者斩获十几亿票房 水门桥又狂揽四十亿有余 所以 易阳千玺能出现在人民大会堂 与众多大咖平起平坐不是没有原因的 他的成功有机遇的功劳 有流量推的那一把 更有自己实力作为支撑 粉丝确实很热闹 但易阳千玺本人一直很低调 相信大家都是看在眼里的 在这么多新生代演员中 有几个人能做到易阳千玺的水平 我想 很多人在迈出第一步的时候 就已经跑偏到古偶那一环了吧 其实 观众厌恶的不是流量本身 而是流量大于天的现状 明明没有实力 却又没有自知之明 受粉丝的鼓吹就飘飘然 过家家般的演技 还不让观众骂 起点高 就会有更多非议 从《少年的你》 至今短短四年 直接狂揽一百八十九亿票房 我想后面他要走的路会更长 非议也只会越来越多 眼前 易阳千玺还有几部代播电影等待出场 小小的我 李他很有可能会饰演一位脑瘫患者 这对演技的要求可是更加严苛 三个字 是他一番男主与楼叶导演合作的文艺片 还有与舒淇合作的《狂野时代》 以及与宁浩 张艺谋 以及陈可欣合作的各部电影 看惯了精修图里的明星 再看现实生活中的状态 能不让大家幻灭的屈指可数 在北京举行的 《中国影鞋》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 所有的明星 几乎都是穿着朴素 以素颜状态亮相 非但不会让人觉得光鲜亮丽 甚至有不少明星连星味都没了 其中 女演员的状态差异较为明显 不过整体来看 比男演员要好得多 周冬雨 31岁 年纪轻轻就捧回多个影后奖杯的周冬雨 依然看起来青春洋溢 素颜状态下皮肤光滑细嫩 除了因为没有化妆 眼睛稍显无神以外 状态跟影视剧里没什么差别 齐熙 39岁 即将人到中年的齐熙 看起来依然十分年轻 与电影中的样子如出一辙 这也与他演电影时 就多次素颜出镜 有着分不开的关系 唯一的瑕疵 就是发腮有点明显 脸看起来比之前方了不少 宋佳 43岁 没想到 已经人到中年的宋佳 穿着如此中性的服饰 戴着金丝眼镜 依然功气十足 他的颜值本就十分出挑 五官更是标志 且很有立体感 即便不化妆 也能够看出 他的长相气质 有多么优越 秦海璐 45岁 当天穿了一件白色小乡风外套 搭配珍珠项链 戴着豹纹眼镜的秦海璐 看起来比其他女明星要精致一些 不过 妆容并没有过于夸张 仅仅只是画了口红和眉毛 皮肤暗沉有斑点 但依然很紧致 不显年龄 海青 47岁 由于演绎了大量的都市剧女主角 海青一直给人一种十分精致的感觉 但这一次在大会上 即便戴着夸张的耳饰 也显得很疲惫 尤其是发型乱糟糟的 脖子上颈纹又很明显 一点明星的气质都没有 周迅 49岁 即将踏入50岁行列的周迅 当天也是戴着一副眼镜出席活动 由于没有化妆 脸部状态看着格外差 脸部发福了不说 腮帮子也很肿 过去清晰又有棱角的下颌线 也消失不见了 周公子彻底变成周大妈了 惠英红 63岁 相比之下 已经是老年人的惠英红 却是看起来精气神很足 贴头皮的侧分法搭配黑矿眼镜 一身西装加持 惠英红浑身上下 依然散发着武打女星的气势 灵力感十足 易阳千玺 23岁 没想到 不过才20岁出头的易阳千玺 竟然看上去一把年纪了 身上没有半点年轻人的朝气不说 眼神也很涣散 脸颊处得皮肤坑坑洼洼 看着就像月球表面 再加上脸盘子不小 又是长头发 显得易阳千玺的头隔外大 说她是个即将40岁的男中年都不为过 杜江 38岁 这几年一直在主旋律军旅题材的电影中演绎军人的杜江 即便不穿军装 穿了一身西装 看眼神和气质也透着一股正义感 开会时正经微作 聚经会神的听报告 十分投入 只不过杜江的眼带越来越大了 法令纹也很明显 年龄感很强 鲍贝尔 39岁 明明还没到中年 但看着鲍贝尔就跟的小老头子差不多 本就是光头 抬头纹却很清晰 双眼皮也越来越搭了了 再加上留着胡子 看上去跟腾格尔是一个年龄段的 陈思成 45岁 不当演员 开始专心当导演和监制的陈思成 年龄感也是越来越重了 这一次出席大会 看他的样子像是熬夜剪骗子 好几宿没睡 不仅嘴唇发白 眼神也拘不了焦 讲话时如同在发呆一般 黄晓明 46岁 不减肥就油腻 减了肥 还能清爽一些的黄晓明 在瘦身成功之后 又胖回来了 光看这张脸 不仅没了棱角还很肥腻 尤其是腮帮子 整个都鼓了起来 头发也比以前更稀疏了 吴京 49岁 凭借着《战狼2》 成名之后 吴京的人气越来越高 但他也是越来越不自律了 明明是武打演员 保持精壮的身材 才能更好地呈现角色 但大会上的吴京 即便戴着个鸭舌帽 看起来都脑袋大脖子粗 跟个火夫 没啥区别 黄博 49岁 黄博似乎还是老样子 跟以前没什么变化 但这脖子 却是越来越粗了 穿着低领的毛衣 却有种缩着脖子 把头都埋进去的感觉 再胖一点 估计也要变得油腻了 刘德华 62岁 万万没想到 刘德华已经62岁了 都是当爷爷的年纪了 却还是一如既往的英俊帅气 不但脸形较之年轻时 没什么变化 眼睛里也依然有光 此次出席代表大会 刘德华身穿一身黑色西装 搭配白衬衣 黑领带 看起来十分得体 就连头发都梳得板板正正 虽然法令文 还是能看出一点年龄感 但比起现实生活中 60多岁的老人 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反倒是与出席大会的 这些四龄家内 于男星看着差不多 不仅身材没什么变化 脸也不会因为发浮显的油腻 这也有赖于刘德华 一直坚持健身 保持完美的状态 有的人成为导演之后 就放飞自我 也有的人 即便又当演员又当导演 也还是不顾及自己的形象 更别提有些演员 需要经常上镜 却还是很放纵 以至于观众们 在观影追剧的过程中 看到这些演员都觉得出戏 而刘德华却是火了几十年的老牌港星 年轻时就是红透半边天的四大天王 即便到了奔期的年纪也依然高产 不仅有 《流浪地球2》这样的作品 还有即将在今年春节档上映的 红毯先生 他已经成了春节档最不可或缺的存在 北京这一夜 看看内娱的男明星们 要么脸肿 要么无精打采 再看老牌港星刘德华 简直是狠狠打了内娱男星的脸 这才是明星该有的状态啊